欢迎来到旅游儿语频道 奥卡万哥三角洲是非洲最独特 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这个广阔的三角洲位于博茨瓦那北部 是一片真正的荒野 拥有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和迷人的风景 在本文中 我们将讨论奥卡万哥三角洲的一些热门景点和活动 乘坐麦康肉 麦康肉是一种传统的独木舟 用于在奥卡万哥三角洲的水道上航行 乘坐麦康肉是近距离和个人体验三角洲的最佳方式之一 您将能够划过水面 观察野生动物并沉浸在三角洲的壮丽景色中 去玩游戏 奥卡万哥三角洲是数量惊人的野生动物的家园 包括大象 狮子 豹子 水牛等等 驾车游猎是近距离观察这些动物的绝佳方式 您可以参加游导游的驾车游戏 也可以自己驾驶租来的四城四越野车 徒步旅行 徒步旅行在奥卡万哥三角洲越来越受欢迎 这是近距离和个性化体验丛林的绝妙方式 徒步旅行通常游经验丰富的向导带领 他们将带您穿越丛林 并指出沿途的各种动植物 参观莫雷米近列区 莫雷米近列区位于奥卡万哥三角洲的中心地带 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 它是非洲最美丽 最多样化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 您可以在导游的带领下驾车游炼 也可以在保护区内自驾游 观鸟 奥卡万哥三角洲栖息着450多种鸟类 是观鸟者的天堂 一些最受欢迎的物种包括非洲鱼雕 鞍嘴观 非洲水塔和孔雀石翠鸟 野鹰 露营是体验奥卡万哥三角洲的绝佳方式 整个三角洲有许多露营地 提供自来水和厕所等基本设施 在三角洲露营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让您亲近大自然 游览挫迪洛山 Saudi-lo-Hood是位于卡拉哈里沙漠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它与其岩石艺术而闻名 估计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游览圣地 让您得以一窥该地区的古代历史 总之 奥卡万哥三角洲是任何对野生动物 和自然感兴趣的人的必游之地 无论您是想乘坐Macorro 驾车游猎还是探索 Saudi-lo-Hoods的岩石艺术 奥卡万哥三角洲都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奥卡万哥三角洲拥有迷人的风景 和令人难以置信的野生动物 是一块不容错过的真正非洲瑰宝 ,这一刻是转How 参考 确讯 转开